57. 太陽報 蓮花快閃天文台解劃 2015年7月11日講文 A.12 本報信 蓮花台風日前閘港時來去衝衝 天文台發出8號列封信號僅僅5個半小時 天文台在理台長鄭楚明昨日承認8號列封信號生效期間 天文台在部分列封期間並無任何監察站錄得持續 綠德風速達每小時63至117公里的風速 即該等時段的風力未達8號風球 但年花來臨前 天文台人員定翼機風眼附近監察 綠德風速達10號風球的巨風程度 列封範圍達8多200公里 該台風極接近本港 故決定發出8號信號 指示列封登陸後 其西北面及北面都是乾的空氣 令其風力迅速減弱 山勢阻擋風力迅速減弱 緊隨連花的另一超強颱風 橙紅症影響台灣及內地東部 昨日下午4時 橙紅集結在溫州之東南偏東約390公里 如鳥向西北移動 時速約20公里 橫過東海 大致移向中國東部沿岸 香港天文台展望未來數日天氣大致天情及酷熱 今日局部地區仍有趙雨 氣溫皆符涉是27至32度 而雨連花殘如相關的雨大作五營影響廣東西部 前日8號列封信號高掛 但市面一片平靜 大部分地區並無狂風暴雨 有別於過往高掛8號颱風信號的情況 令人懷疑是否掛錯風球 鄭楚明昨日解釋 連花來臨前 天文台人員增誠 坐飛行服務隊的定義基於風眼附近監測 當時錄得的風速達據風程度 列風範圍達8多200公里 加上颱風極接近本港 故決定發出8號信號 指示列風登陸後 其西北面及北面都視乾的空氣 受山勢阻擋令風力迅速減弱 前日高地營陸得列風程度 受山勢阻擋令風迅速減隊的此度 明信號從中降降到地面 互助減隊的風力再報到地面 最終當然了 無三選擇是否灏 解決定發展 增幅 後日高地營如果反省 可以找到夾當地營 內陸地消去